大家好,笑死浸的時間 笑死浸的時間 今天是結帳的,講圍棋 今天經常都沒有做節目,其實都不想做 不過笑死浸我不做又不行 是啊,難不做就沒有人講的 沒有人可以頂到我 所以都是做節目的 有一點點不舒服,但都是OK的 我都是應該是不會死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堅持不進醫院,就不會跌入那個50%裡面 那個50%是死亡率計算進醫院的比率 話說剛才不是介紹 即是在家裡那些不算 剛才不是介紹 剛才議到政治,就介紹了我們年宵的產品 其實那些年宵產品我經常都穿在身上 不過還沒有介紹 例如這個口罩 例如這個口罩 這是一個試版 這是一個試版 我們實質上那個款式是這樣的 但我現在因為保暖 而且它都方便,又不影響呼吸 我有時都會這樣抱著 話說我剛才上街買東西 我剛才上街買飲品的時候 就有個OK便利店的職員 跟我有個妙問妙答 當時我就是這樣的樣子 我當時就是這樣的樣子 你這樣走下去嗎? 我經常都是這樣在街上走的 然後呢? 沒有人覺得有東西 然後那個店員就跟我說 其實想問問一下 你是否黃楊達先生 然後我說是 然後他就說 你真人跟上鏡的樣子不同 然後我就說 是 因為我上電視很少蒙面 他說是 我覺得這個真是妙問妙答 首先我蒙著那面 他又認得我是黃楊達 然後他還在這樣的環境下 還可以審視到我的樣子和相鏡不同 我覺得真的很神妙 我覺得真的很神妙 這件事 好了 這個題外話 今天就是找數講圍棋 圍棋 原本就 為什麼會想講這個題目呢? 其實就是 廣州說說很久的 其實就是很久之前說說的 就是這個 什麼時候說的? 是不是去年還是前年? 去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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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原本是笑死朕的 原本是說說的 誰知道就沒有說 因為那天立法會發生了一些事 我們就去到立法會 去到立法會 然後就被抓了 然後就判了罪名成立 罰款5千元 他現在還在上訴 然後就沒有說 為什麼那天想說呢? 其實因為那天就是 不知道是本殷方授賊的 誕臣還是忌一 好像是生忌 不是吳清元那次 後來 後來就 沒有說了 6月6日 這樣 因為都錯過了那個時間 無端端 不知道為什麼會說 然後就去到年尾 年尾的時候 11月的時份 吳清元先生就過世了 當時是11月 但是當時都沒有說到 因為我們講了別的題目 因為當時要講這個 因為要講那個網絡世界大戰 結果就沒有說到 然後到今天就終於說了 為什麼會說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時機 只不過其實就是 因為考慮到近日 我們經常講文化建國的問題 維企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 去研究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中國或者華夏的文化 會搞到這麼淪喪呢? 這個是 藉著維企這個切入 怎麼去切入呢?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去研究 今天就講維企這個話題 很多人就會以為 就是說 是不是講一些 一些 一些技術啊 講一下定式啊 講一下怎樣 怎樣可以出其制性啊 那當然是不會 因為 其實一直拖這麼久沒有講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維企這個題目太闊了 都不知從何說起 你說起上來 可能會講很久很久很久都講不出正題 因為你要由 你要由盤古初開開始講起 那你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講 但是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 由文化的角度開始講起 我們會focus幾點 我們會focus幾點 我們會focus 吳清元 吳清元先生的一些生平 從而看到一個 中日文化的分野 最主要是探討中日文化 以及最主要是探討一件事 我們經常都講一件事 就是禮塞求諸野 什麼叫禮塞求諸野呢 就是 你原本的一些傳統 或者傳統文化 一些文明 已經在你的原有的發源地 就是失落了這樣 反而呢 往往呢 就在 國外呢 其他地方 野 這個就是天朝本位 國外的東西就是野 反而在第二處呢 就會找得到那個真緋和真緒 而華夏文化最多禮塞求諸野的地方 最多能夠求到這些 這些失落了的禮塞 的地方呢 就是日本 當然啦 也是因為地區鄰近 也是 事實上 日本傳承了很多的 中原的華夏文化 過去了 但是問題就是到今時今日呢 他們都是會 譬如你在 你在中國找不到這些東西 你在大陸 你找不到這些東西 在華人的世界 你找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 華夏的文明開發結果 結果有很多 就在日本發生了 而圍棋是一個很好的研究 課題 那麼 首先就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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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樣的 圍棋是什麼來 那些這樣 這個很複雜 這個很複雜 要開AirPay來先 那麼我們會約兩講一講的 我們現在有個圍棋教室 有個圍棋教室 那就講一講 我們開的AirPay 這樣 我還未連AirPay嗎 我現在嘗試連AirPay先 看看行不行 我連了應該 我有連到的 現在呢 現在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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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我再來過 那些這樣 那陳秀慧你找些東西來講一下 陳秀慧你有沒有話要講 可以了 你說的話就是可以了 你要幫我爭取時間 你要爭取時間 圍棋 其實我也不懂 圍棋 就是很簡單的 圍棋的歷史是有趣的 簡單來說什麼是圍棋 你現在畫面見到的就是圍棋的歷盤 為什麼圍棋這件事 這麼令人沉迷呢 就是因為圍棋是很簡單的 超簡單的 譬如你聽這個節目 你會覺得就是 我不會圍棋怎麼辦呢 這樣是超容易理解的 拉大一點的歷盤 這個是圍棋可以說是 圍棋可以說是 現存研究裡面 最古老的盤類遊戲 即是棋盤 即所謂的盤相遊戲 而在這麼多的盤類遊戲 包括了 象棋 國際象棋 Bilibala 五子棋 Bilibala 為什麼它是最瘋魔呢 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眾多盤類遊戲裡面 規則是最簡單的 是超簡單的 譬如你捉象棋 你還要記住那些棋 是這個這樣的 馬行田 這個這樣的 馬行日 這個這樣的 策又怎樣 步伐 即是每一隻棋的不同 對 你鬥獸棋 你都要記住哪一隻大哪一隻小 但是圍棋只有黑子和白子 圍棋是很公平的 就是全部都是黑和白的 問題是先後的問題 那些棋盤可以下棋的位 就是你看到一些點 線和線的交叉點 那些就是可以下棋的位 那圍棋的捉來做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 圍字就說完了 就是鬥圍地方 盤上的就是地盤 如果最可怕的捉法 就可能是這樣 你看到畫面上 這樣一人戒一半 這樣圍住了 很快就捉完了 為什麼 因為原理就是這樣 大家 你要這邊我要那邊 這樣 然後這樣就間了兩邊出來 如果假設行進是這樣的 去到最後 那就是 一人一邊 黑子贏 是的 黑子圍的地方 比較多 這樣就黑子贏了 是不是這樣 因為黑子圍的地方 多於那邊兩個交叉 其實不止的 因為數了一些紙 這樣 可以數了一些紙 當然實質上 不會這樣發生 因為實質上 它不會這樣出現 因為實質上 你落完這裏 你間了這條線 這樣它會進回你的地方 這樣大家要互相 去踩入對方的地盤 這樣實質上 就會這樣發生 好了 那接著呢 要了解圍棋 就是你知道的目的 就是鬥圍得多地方 是 這樣就很簡單 圍地方 不是鬥落得多 是的 不是鬥落得多 是鬥圍地盤的一個遊戲 這樣 然後呢 你只要理解很簡單的概念 你就能夠理解到那個玩法 可以拉不拉得大的 ARP那位 不要畫中畫 不要畫中畫 現在是最大的 不是就是不能放大 不能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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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進去 不要 什麼都不要 你只是 zoom進去中間那裏 是的 你摸吧 你摸到中間那裏 那你譬如 旗盤上面 有一些黑點 有一些 有幾個黑點位 那這些位是有名的 那中間那個位 就叫天園 我想說 我就這樣看 這個圍盤 這個叫天園 那個旗盤那個 那個 那個 那些格子 我連那個在中間都看不到 你這麼明顯都看不到 但中間是有一顆點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中間 我下了那個 那個就是中間 白色那個就是中間 它九格 這樣就有個指示 所以可以看到 是的 因為它有幾個黑色 它有幾個深色的點 中間那個就叫天園 那旁邊那些 就叫星 就是這些 角落頭這些位 就叫星 那些這樣 好了 那還可不可以拉大一點 沒有啦 最大了 還可不可以 沒有 zoom進去的 你摸到正中間那個位 你摸到正中間那個位 很大的 是的 你摸到正中間天園那個位 是的 因為摸小一點 大家才能理解到那件事 是怎樣的 是的 這樣 那那個圍棋的玩法是怎樣的呢 那個玩法就是 這樣啊 那個玩法就是 你現在這樣明白嗎 明白的 明白的 你見不見到 中間有一點這個位 下了一顆黑色的棋 是的 那黑 交叉點的地方 就是可以下棋的位 那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很 這個是整個棋盤的中間 是嗎 是的 但是你不用理它是什麼 我現在解釋那個玩法的 那你就這樣互相這樣圍 那不是鬥快樂的 你都可以殺對方的棋 是 那怎樣才可以殺對方的棋呢 就是 你想像這顆棋 它在一個 它在一個地方上面生存 它必須要有空氣 那而旁邊沒有棋的位 譬如現在 中間這一點 這個黑色的棋 黑紙下去之後 它旁邊 就有四個地方讓它抖氣 有四條線 讓它延伸出來抖氣 如果假設 它這四條線的位 都被白色封住了的話 那它就沒有棋頭 就會被人 就會被人拔起了 哦 就是說 令到對方 令到對方沒有棋 就是一個殺子的方法 那如果你要令到 我想問 那玩家的時候 是否圍了之後 就拿起別人的棋 是啊 因為當它死了的時候 它就不可以存在棋盤上面 那它現在還沒有死 它現在還沒有死 還有一個位頭氣 是的 它還有一個位頭氣 然後黑紙通常就會 燃出去 那就求生了 是的 那如果你連多一點的話 那它就多了三個棋 它就會有三個位頭氣 那這個就是棋盤上面的追逐和勝負了 那基本上就是大概這樣的規則 好啦 如果要去 等一會 去解釋 去解釋 要花一點時間 那如果是 一般棋的情況 就是 你會見到 一個棋 它要去保存自己的 生存的空間 糟了 我生存不到 我生存不到 你要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間 你就要 你就要 算了 等一會 我再來 因為我很少自己 跟自己下棋 我理解不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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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自己下棋 這件事 就是我想說的 不是練習通常是 自己跟自己下棋 比較厲害的嗎 不會這樣 吵咬你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明白嗎 現在很複雜 等著我再來 我想說 我想拿少許 那個題 因為我們今天 在找資料的時候 找一下 王源達自己 拿著iPad 自己跟自己下棋 自己跟電腦下棋 我不是自己跟自己下棋 我只是跟電腦下棋 這樣 這樣 總之找一下資料 就變成自己 走去下棋 是啊 很麻煩 我要解釋這件事 很麻煩 那怎樣 你現在行不行 還不行 很麻煩 有兩排救 怎樣 你會不會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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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煩 這個狀況 不是 你現在在做什麼 不如你先解釋一下 我不明白 這個就是一個棋 去到最終的狀態 就是所謂的一塊棋 就是你的棋 如果連在一起 譬如你看黑色的棋 剛才不是說 它需要有空氣生存 是 那它現在就是一個 存活的狀態 它就是一個 怎樣都殺不死的狀態 就是因為它在棋裡面 它已經 有兩個點 是可以讓自己透氣的 也就是說 你要圍地的時候 你圍了一塊地出來 你圍了一塊地之後 你怎樣能夠令到那塊地 變成一塊活著的地 就是你要在自己的領土裡面 留有兩個點的呼吸空間 那就是怎樣 現在這樣 我把白紙放進去就可以了 你放不到進去 是啊 你放不到 因為你放進去就死了 是啊 你放進去就死了 但是如果這樣 那塊地都屬於黑紙的 是啊 就是裡面 裡面黑紙所有的範圍 就是屬於黑紙的 但是呢 你一定要預留有兩塊地 有兩氣 一定要有兩氣 因為你不可以剩下一氣 因為如果你剩下一氣 例如變成這樣的話 那白紙就可以進去 哦 因為如果你剩下一氣的時候 白紙只要在你最緊 絕氣的地方 加一步棋 你就會整塊黑棋死掉 哦 OK 就是這樣了 好了 剪回來了 剪回來了 這個就是今天節目最艱難的部分 就是示範 就是解釋圍棋怎麼玩 好了 其實只不過是講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那就已經講了為企所有的規則了 近乎 近乎講了所有的規則了 其他的就是禮儀 那些這樣的東西 其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則了 好了 那你就會奇怪了 一個這樣 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的一個遊戲 其實講完了 剛才 講完了 就是只剩下一點 規則 就是規則 規則上來講 就沒有特別的 但是 為什麼這件事會令到大家這麼著迷呢 就是因為 他雖然在數學上來講 只有十九路 全部只有三百六十一個點 但是呢 因為他 就是 在中國的詩歌裡面 有一句 叫做 這個這樣的 叫做 描述圍棋 有些詩詞 描述圍棋 就說 圍棋是千古萬局無同局的 就是呢 在世界上 已經是抓了這麼多千年的棋 大家是覺得 是沒有可能會出現 同一模一樣的棋局 明白 那就是證明了 雖然只是 明明只有三百六十一個點 明明只有這個 這樣的十九路棋 但是因為 你落完之後 你那顆紙 又可以被人提取出來 於是乎 那個空間又會多了出來 於是乎 那個棋盤上面的局勢的變化 是接近無限大的 所以現在 以數學上面來說 要算式 要算式去計算 究竟 你落了一部棋之後 應該怎樣應對呢 那個可能性是近乎無限的 尤其是在開局的時候 尤其是在棋盤 還有 還有三百幾個點 讓你落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 用一個公式化的方式 去計算到 對手將會落在哪裡 那所以 直至今時今日 科技這麼快達到 2015年為止 你是沒有一個 電腦程式的圍棋 電腦程式 是可以 比及到 100%跟人比平 是啊 你連一個人類 學了 譬如 觸遺棋 你會分級 級數 段數 那些這樣 如果去到職業 去到職業的騎手 他可能分一段 二段 那些這樣 但是 低級那些 譬如五、六級 一級 那些這樣 是沒有電腦可以贏到 一個 即是你學 你學維棋 你只要玩熟兩三個月 基本上 沒有什麼電腦程式可以贏到 你 原因呢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程式太難寫了 太複雜了 你不知道怎樣寫 即是他在開局階段 他在佈局階段 因為有很多 有很多人研究了很多定式 定石 這樣 那麼他還可以 他還可以輸入到一些 一些基本的應對 但是呢 你一亂加不來 他就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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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 這個很 很特別的一個遊戲 就是 他是很古老 但是呢 他規則是近乎 最簡單 但是呢 變化也是最複雜的 變化最複雜 譬如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為什麼變化可以接近無限呢 譬如呢 這個又要 又要吸回來期盆 我又要做一個很 很煩厭的 很煩厭的過程 你在中間 是的 這個解釋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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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規則 這樣 那在 維企的規則裏面呢 他有一個 這樣的設定 他有這樣的設定 就是呢 等我 哎呀 我讀錯了 屌你老母 你不要 你不要屌過期盆 我不是屌過期盆 我只不過是按錯了 按錯了好氣憤的 這樣呢 譬如你看到畫面中間 你看到畫面中間 這個就會出現一個很詭異的狀況 這個叫做劫的狀況 這個是規則來的 這個是規則來的 這個規則來的 劫的狀況是什麼呢 你看到期盆上面呢 有四粒白紙 有三粒黑紙 那在這個時候呢 假設是到黑紙下棋的話呢 那黑紙就可以 吃了 白紙 吃著那個白紙 但是呢 出現鬼調的情況就是 白紙可以吃回那個黑紙 白紙可以吃回那個黑紙 那就永劫輪迴了 那你就永遠都不會完 就是怎樣 你就永遠都不會完 所以在規則裏面呢 就是如果出現劫的情況 譬如 這個就稱之為劫的情況 如果 我想問劫的情況的意思是 就是 你又吃到他他又吃到你 是一個形狀來的 就是總之會出現 你又吃到他 他又吃到你的情況 如果你這樣繼續捉下去 就永遠都不會完 那這個就為之劫了 是 那為了解決劫這個規則呢 那圍棋有一個規則就是 如果你現在假設是 到這個這樣的黑棋 吃完這個白棋 白棋是不能馬上吃回來的 白棋要在這個劫的範圍 的另一個地方落一紙 然後黑棋又不去填滿這裡 黑棋又因為他要應付你這一紙 然後才可以再吃一次 那我吃了這個位之後呢 黑子又不可以馬上吃 黑子又不可以馬上吃回來 那就 又在下一步 他又要在另一個地方落一紙 然後白色又落一紙 然後黑色才可以再吃回來 然後才可以吃回來 哦 那就變成一個解圍的狀態了 其實想這些規則的人都挺厲害的 因為有了這個狀況 其實它就是避免令到你的棋盤 會無止境地出現下去 其實這些規則是不斷地演化的 是不斷地演化的 是有演化的嗎 但是很厲害的 想出來那個都 是的 但表面上 因為你規定了你要去 另一個地方落一紙 才可以回到處理這個責 我知道 我明白 就是這樣處理了關於同一個領域 不斷地搶的情況 是的 但是棋盤是一個很神奇的 棋盤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就是棋這件事本身很神奇 譬如我們去 我們試一下 有一個情況 就是怎樣都不會捉得完 這樣我們試一下拉大一點 試一下拉大一個棋盤 那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一旦出現了這個情況 就永遠都捉不完 這個情況就叫三劫循環的狀況 什麼叫三劫循環 即是說在棋盤上同一時間出現了三個劫 你試一下拉下去 可不可以拉下去 在底下那個位置 這麼多字 我已經不明白什麼叫三劫 不是 我拉大了你就明白 我拉大了你就明白 你有沒有看到 拉細嗎 對 拉細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位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位有三個 有三個洞洞 等等 等等 我指給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洞 這裡有一個洞 他們這三個位都是劫 根據規則就是 假設現在是到白棋 不是 現在到黑棋 假設現在是到黑棋 黑棋吃了 不是 糟糕 等一下 好了 現在是到白棋 白棋吃了這個 黑棋不可以在這個位再下 明白 黑棋就可以在另一個位置 但就可以在這裡下 是的 他就可以在這裡下 白棋又不可以在這裡 又不可以在這裡下 他又可以在這裡 然後黑棋又可以在這裡 白棋又可以在這裡 黑棋又可以在這裡 黑棋又可以在這裡 白棋又可以在這裡 永遠都捉不完 是的 這個狀況就是一個永遠都捉不完的狀況 這個就是稱之為三劫循環的狀況 很難會出現到三劫循環的狀況 很難會出現到三劫循環的狀況 但是呢 在古代如果出現了三劫循環的狀況的話 就是 平手 不是 是一個空笑來的 是一個空笑來的 就是有災難發生的時候 才會出現三劫循環的狀況 在這個日本古代 就是這個積田信長 本能子之變 傳說就是他在捉圍循環 就是他捉到三劫循環 那個積田信長 哇 真厲害 這樣也被他捉到 然後他那天就死了 積田信長就死了 就被明治光首 就被明治光首在本能子堆 好了 解釋了這個簡單的規則 解釋了這個簡單的規則 其實大致上就講完了 沒有什麼其他規則 其他有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其他沒有規則 就是用很短的時間 你可以理解所有的規則 但是你要學會捉圍循環 就要花很多年 就是你要懂得捉 你純粹知道規則如何捉 就是短短 是任何一個小孩 短短十幾分鐘就可以做到 但是要窮盡圍循環的奧妙 就連全世界最先進的電腦 都沒有辦法做得到 就是做現在也是沒有辦法的 是的 所以這件事是可以令人相當沉迷的 所以遺棋又有另一個別名 它叫做木野狐 木野狐的意思是 因為木是一個棋盤 就是用木做的 古人認為遺棋這個東西 是鬼迷心囂的 不知道的朋友都已經知道是甚麼 好了 遺棋是甚麼時候開始發明的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是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是 如果以中國歷史來計 基本上是很早 去到謠信的時候 已經有類近 有一些記載 是記載有這樣的東西 最古老的所謂逆 相信 估計應該都是遺棋類的東西 但是最初的遺棋是不是這樣 就應該不是的 因為現在 現代的遺棋就是 或者我們所知 有記載的遺棋就是十九路 但是其實 其實在一些出土文物裡面 是找到曾經出現過 有十路的棋盤 十三路的棋盤 十六路的棋盤 所以相信是一路演化而來的 但是 至於遺棋的棋盤 到底是怎樣發明出來的 這是一個謎 因為到現在都沒有辦法窮盡到它的變化 還有 有一些盤類遊戲 他玩到某一個階段 他就會消失了 為什麼會消失了 就是因為那個本來遊戲出現了必勝法 就是當你知道了那件事 你只要跟隨這個規則 一路去做一路去做 譬如舉例 五指棋就是這樣 因為他有了必勝法 你就不能玩了 你背了那個必勝法就可以了 但是遺棋永遠都找不到必勝法 永遠都找不到最對的方法 所以他一直都在演化著 一直都在發展著 還有他裡面有很多謎團 譬如他有很多哲學的思緒在裡面 譬如是黑棋和白棋 很多人都認為跟陰陽有關係 那遺棋的棋盤 剛才我都介紹了 中間的那點叫做天圓 旁邊的那點叫做星圍 也都有人認為這個棋盤 是跟這個觀星有關係 是跟天文有關係 而譬如你看周易 和圖樂書 你會看到一些和圖的圖 其實跟棋盤上面的一些 棋盤放棋之後的形態也很相似 跟一些古代的觀星圖也很相似 所以究竟圍棋這件事 它底裏的學問是什麼 究竟有些人說 古時是要來占卜 還是要來觀察星相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謎團 去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香港人可能接觸圍棋 都是因為看這個奇魂 小弟就不是 小弟是因為看歷史而迷上了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的圍棋歷史是很迷人的 日本的圍棋歷史是很迷人的 它有很多的鬥爭 有很多的故事 有很多奇人 奇情的故事 中國人反而從來沒有人去想過 例如我剛才說的 究竟奇盤 是否跟天象有關係 是否跟宇宙哲學有關係 我想說中國基本上沒有人去想過這些 因為從中國來說 譬如去到 對於中國人來說 對於中國人來說 奇盤是要來賭錢的 是的 拿來玩的 奇盤是只是賭 是賭具 是賭具 但是譬如 所以日本 當你學會了看企之後 你就會發現 看中國的古奇譜 以及看日本的古奇譜 是相差很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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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剛才講解了 大家裡面去圍地 以及去保持平衡 和平衡 平衡 裡面有很多 太細 形勢的哲學 你一步企是否平衡 是否能夠保障自己的位置 空地 那些 有很多種快 慢 凶狠 或者是柔和 的觸法 有不同的風格 但是中國的圍棋 如果你看古舖 中國的圍棋 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殺你老母子 不斷殺 不斷殺 總之他們是沒有佈局的 就是中國的圍棋 平平講一些 這麼優雅其局 不是 不是 我想說一件事 如果你研究棋的話 你研究棋的話 你會發覺 中國棋是沒有文化可言的 就是你完全看到它是 因為我們賭錢 所以殺殺殺殺殺殺 是 你完全想像到 旁邊是有人叫囂的 就是你只看棋譜 你已經想像 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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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這樣 譬如中國最出名的殺棋的棋局 就是這個 范西平和思雙下 這個當戶十局 其實都是賭的 范西平一出名是賭徒 就是到處去茶館 去地貓和別人賭錢 就算吳清元也是 吳清元最初都是 最初年輕人的時候 十幾歲的時候 都是在茶樓 酒館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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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人 小木位 那些 那些 開回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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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盤上面有很多位置 首先要解釋一下 因為你要圍地 你要圍地 大家就會去研究究 圍哪些位是比較好處的 如果在數學上面來說 你要圍著 你要圍著角落頭位 你用的棋 比起你圍著邊位 譬如我現在 見不見到畫面左上角那裏 見不見到畫面左上角那裏 就是一個所謂的角位 下面下面 就是我現在落著白棋 這個位就是所謂的邊位 那你要如果用棋去圍著邊位 你用的棋子的數目 是比起圍著角位 用的棋子的數目是比較多的 所以在棋子的世界裏面 有一個說法 就叫做 就叫做金國銀邊草皮土 意思就是說 你首先第一步你要圍著角先 因為你用少數的棋 就可以圍著角 這樣就可以拿到最多的利益 然後呢 所以是沒有人會落中間的 是沒有人會一開始就走去落中間 因為落中間 譬如你落天元這些位 是甚麼都落不到的 但是最初是 所以開局的時候 所以開局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 升位落 通常都是這些位 下這個 我沒有記錯 那個角落頭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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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白紙這個位 就叫小木位 就是升位對落的一個位 通常開局都是這樣 先守了角先 然後就去找邊位 中間這個位 剛剛點到那個位 其實是完全沒有圍的意義 是沒有圍地的意義 所以在圍企發展了很多年 都從來未試過有人 第一步就落到這個天元位 是 因為想不到為甚麼 但是是何時開始有人落下去呢 第一個這樣做呢 根據有記載的就是日本人 就是日本人 那個日本人是甚麼人呢 那個就是曾經在這個 道策的 作為一個名人其所的年代 安井家的一個騎手 叫做這個 攝川春海 而攝川春海 為甚麼他會落去升位呢 就是因為 攝川春海 是一個很厲害的騎手 是一個很出色的騎手 是一個很出色的騎手 但是他本身呢 本身呢 最後呢 就不是以騎手作為終身職業 他最後呢 就是以天文官 作為終身職業 就是說 對於他來說 棋盤呢 棋盤呢 其實是一個天象圖 是 他只不過是用一個棋盤 用竹棋 去測試他對天文學的看法 所以才會出現了 戳手天原 這個是 你由這件事去看到 你由這件事去看到 就是 日本人對待棋 和中國人對待棋的態度不同 就是 剛才講的攝川春海 他在甚麼時候落出這一步 戳手天原呢 就是和當時的名人其所 這個本因坊 本因坊 盜策 下棋的時候 當時是 他們已經是 已經是職業的棋手 當時 年代的職業棋手 就是他們是受身奉出糧 去下棋的 所以他是必須要向 必須要向 這個將軍 有交代 但是他都會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 做實驗 但是中國人就不會做這些實驗 因為在賭錢 賭錢 你做甚麼實驗 你最要緊要是贏錢 即是說 下棋好的 其實都是 都是厲害的賭徒 在身份上 是的 所以最迷人的地方 去研讀 圍棋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 為甚麼一件事 在中國 發明出來 我們假設中國發明出來 雖然是沒有一個正確的考究 但是起碼 在出現的時候 有文獻 有文獻可以追溯到出現的地方 就是在中國 然後再傳去日本 再傳去琉球 韓國其他地方 現在傳遍到全世界 為甚麼一件事發源於中國 一件這麼有文化內涵的東西 一件甚至乎是 有人懷疑過外星人發明的東西 因為人類沒有 都問盡發明的 因為人類沒有這樣的智慧 你有甚麼理由 因為人類會發明的 應該是都問盡發明的 那就是泡菜 那就是泡菜發明 就是人類沒有理由 發明一件事 自己沒有辦法了解它的 但是現在人類 就是沒有辦法了解這件事 到這麼多年 幾千年的演化 大家都沒有辦法了解這個遊戲 好了 但是我們有文獻 記住 我們假設是中國 因為中國發明出來的文化 為甚麼在日本 成為了制度 甚至乎成為了一個官職 有一個文化的體系 但是 在中國去到民國連監 都只是一種賭博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已經33分鐘了 我們回來再繼續講 這個中日文化的比較 大家好 笑死浸的時間 笑死浸的時間 那今天呢 就找數的 就講圍棋 今天整天都沒有做節目 其實都不想做的 不過笑死浸 我不做又不行 是啊 不是難不做 就沒有人講的 沒有人可以頂到我 所以都是做節目的 有一點點不舒服 但是都是OK的 我都是 應該是不會死那個類別的 那所以 為甚麼呢 因為 因為我堅持不入醫院 就不會跌入他那個 那個50%裡面 那些 那個50%是死亡率 就是在計算入醫院的比率 話說呢 就是在家裡那些不計算 剛才不是介紹 剛才二月政治 就介紹了我們年宵的產品 其實那些年宵產品 我經常都穿在身上 不過還沒有介紹 是 例如這個這樣的口罩 例如這個這樣的口罩 你這個是試板 這個是試板 這個是不會 我們實質上的那個款式 不是這樣的 但是我現在因為 保暖 而且它都方便 又不影響呼吸 那些 我有時都會這樣抱著 話說我剛才上街買東西 我剛才上街買東西喝的時候 這樣就有個OK便利店的職員 就和我有一番妙問妙答 當時我就是這樣的樣子 你這樣走下去嗎 我經常都是這樣在街上走的 沒有人覺得有東西 然後那個店員就跟我說 其實想問一下 你是否黃陽達先生 然後我說是 然後他就說 你真人和上鏡的樣子不同 然後我就說 是呀 因為我上電視很少蒙面 他說 是呀 這樣 我覺得這個真是妙問妙答 首先我蒙住了面 他又認到我是黃陽達 然後他還在這樣的環境下 還可以審視到我的樣子和相鏡不同 我覺得真的很神妙 這件事 好了 這個題外話 今天就是找數講圍企 圍企 圍企 原本就 為什麼會想講這個題目呢 其實就是 說講很久的 其實就是很久之前說講的 就是這個 什麼時候說講的 是不是去年還是前年 上年6月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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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6月6號那天 那天原本是笑死朕的 那就是原本說講的 那 誰知道就沒有說到 就因為呢 那天呢 就立法會發生了一些事 那我們就出了去立法會 那他去立法會 那跟著就被人抓了 那跟著就判了個罪名成立 就罰款五千元 那他現在還在上訴 那跟著就沒有說到 那為什麼那天想講呢 其實因為那天就是 不知道是本因坊 授賊的誕臣 還是忌一來的 好像是生忌來的 不是吳清元那次 後來 後來 後來就 這樣就沒有說了 6月6號這樣 那因為都錯過了那個時間 那就無端端 不知道為什麼會說 那跟著然後呢 就退到就是 年尾 年尾的時候 就11月的時份 就吳清元先生 就過世了 那當時是11月 但是當時都沒有說到 因為我們講了 我們講了別的題目 因為當時要講這個 因為要講那個 網絡世界大戰 那結果就 就沒有講到這樣 那跟著去到今天 就終於講了 為什麼會講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時機 只不過呢 其實就 因為也考慮到 近日我們經常講 文化建國的問題 那維企也是一個 很好的研究題目 去研究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 中國或者華夏的文化 會搞到這麼淪喪呢 那這個是 藉著維企這個切入 怎麼去切入呢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題目去研究 那今天就講維企這個話題 那很多人就會以為 就是說 是不是講一些 一些 一些技術啊 講一些定式啊 講一下怎樣 怎樣可以出其制勝 那些這樣 那當然是不會的 因為 其實一直拖這麼久 沒有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維企這個題目太闊了 都不知從何說起 你說起上來 可能會講很久很久 很久都講不到一個正題 因為 你要由 你要由盤古初開 開始講起 那你都不知從哪裡開始講 但是 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 由文化的角度開始講起 我們會focus幾點 我們會focus幾點 我們會focus吳清源 吳清源先生的一些生平 從而看到一個 中日文化的分野 最主要是探討中日文化 還有 最主要是探討一件事 就是我們經常都講一件事 就是禮塞求諸野 什麼叫禮塞求諸野 就是 你原本的一些傳統 或者傳統文化 一些文明 已經在你的 原有的發源地 是失落了 反而往往就在 國外其他地方 野 就是這個 天朝本位 國外的東西就是野 反而在其他地方 就會找得到那個 真替和真水 而華夏文化 最多禮塞求諸野的地方 最多能夠求到這些 失落了禮的地方 就是日本 當然 也是因為地區鄰近 也是事實上 日本傳承了很多的 中原的華夏文化 過去了 但是問題就是 到今時今日 他們都是會 譬如你在中國 你找不到這些東西 你在大陸 你找不到這些東西 在華人的世界 你找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 華夏的文明 開發結果 有很多就在日本發生了 而圍棋是一個很好的研究 課題 首先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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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圍棋是什麼 那些 這個很複雜 這個很複雜 要開AirPay 我們會約兩講一講 我們現在 有個圍棋教室 有個圍棋教室 就講講 我們開的AirPay 我還未連AirPay嗎 我現在試試連AirPay 看看行不行 我連了應該 我有連到的 現在呢 現在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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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我再來過 那些這樣 陳秀慧你找些東西來講一下 陳秀慧你有沒有話要講 可以了 你說的就是可以了 你要幫我爭取時間 圍棋 其實我也不懂 圍棋 就是很簡單 不過圍棋的歷史是有趣的 簡單來講 什麼是圍棋 你現在畫面見到的就是圍棋的歷盤 為什麼圍棋這件事 這麼令人沉迷呢 就是因為圍棋是很簡單的 超簡單的 譬如你聽這個節目 你會覺得就是 我不懂圍棋怎麼辦呢 這樣是超容易理解的 拉大一點的歷盤 這個是圍棋可以說是 圍棋可以說是 現存研究裡面 最古老的盤類遊戲 即是棋盤 即所謂的盤相遊戲 而在這麼多的盤類遊戲 包括了 國際象棋 比哩巴拉 五指棋 比哩巴拉 為什麼它是最瘋魔呢 原因就是 因為它是眾多盤類遊戲裡面 規則是最簡單的 是超簡單 譬如你捉象棋 你還要記住那些棋 是這個這樣的 馬行田 這個這樣的 馬行日 這個這樣的 就是每一隻棋的 步法 即是每一隻棋的 不同的行法 你鬥壽棋 你都要記住哪一隻大 哪一隻小 那些 但是圍棋只有黑子和白子 是圍棋是很公平的 一個遊戲 全部都是黑和白的 問題是先後的問題 那棋盤可以落棋的位 就是你看到一些 線和線的交叉點 那這些就是可以落棋的位 那圍棋的竹來做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 圍字就說了 就是鬥圍地方 盤上面那些就是地盤 如果最可怕的竹法 就可能是這樣的 你看到畫面上面 這樣一人戒一半 這樣圍住 這樣就很快就抓完了 為什麼 因為原理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 你要這邊我要那邊 然後就間了兩邊出來 假設行進是這樣的 去到最後就是 一人一邊 黑子贏 是的 黑子圍的地方 比較多 黑子贏了 是不是這樣 因為黑子圍的地方 多於那邊兩個交叉 不止的其實 因為數了一些紙 這樣 可以數了一些紙 當然實質上就不會這樣發生 因為實質上它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出現 因為實質上你落完這裏 你間了這條線 這樣它會進來你的地方 這樣大家要互相去踩入對方的地盤 這樣實質上就會這樣發生 好了 那接著呢 要了解圍棋 就是你知道的目的 就是鬥圍得多地方 是 這樣就很簡單 圍地方 不是鬥樂得之多 不是鬥樂得之多 是鬥圍地盤的一個遊戲 然後呢 有一個你只要理解很簡單的概念 你就能夠理解到這個玩法 可以拉不拉得大的 A1P那位 不要畫中畫呢 不要畫中畫 不要畫中畫 現在是最大的 不是就是不能放大 不能放大來看的 最大的 不能放大 不能放大 zoom進去 不要 不是什麼都不要 你只是 zoom進去中間的那裏 對 你擦吧 你擦去中間那裏 那你譬如 旗盤上面呢 有一些黑點 有一些有幾個黑點位 那這些位是有名的 那中間那個位就叫天園 旁邊那幾個 我想說 我就這樣看那個圍盤 這個叫天園 旗盤那個 那些格子 我連誰在中間都看不到 你這麼明顯都看不到 但中間是有一顆點的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中間 是啊 我看到了 我錄了那個就是中間 白色那個就是中間 它九格這樣就有個指示 所以看到的 是啊 因為它有幾個黑色 它有幾個深色的點 中間那個就叫天園 那旁邊那些就叫星 就是這些 那些角落頭這些位就叫星 那些這樣 好啦 那還可不可以拉大一點 沒有啦 最大了 還可不可以 沒得zoom下去的 你吸進去正中間那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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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因為 是 那那個圍棋的玩法是怎樣的呢 那個玩法就是 這樣啊 那個玩法就是 你現在這樣明不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你見不見到中間有一點這個位 下了一顆黑色的棋 yes 那麼 那黑交叉的地方就是可以下棋的位 這個是一個很 這個是整個棋盆的中間 是嗎 是啊 但是你不用管它是甚麼 我現在解釋那個玩法 那你就這樣互相這樣圍 那不是鬥快樂的嘛 你都可以殺對方的棋 那怎樣才可以殺對方的棋呢 就是 你想像這顆棋 它在一個 它在一個地方上面生存 它必須要有空氣 而旁邊沒有棋的位 譬如現在中間這一點 這個黑色的棋 黑紙下去之後 它旁邊 就有四個地方讓它休息 有四條線 讓它延伸出來休息 如果假設 它這四條線 的位 都被白色封住了的話 那 它就沒有氣頭 就會被人 就會被人拔起了 哦 就是說 令到對方 令到對方沒有氣 就是一個殺子的方法 那是 如果 你要令到 我想問 那玩的時候 是不是圍了之後 就拿起別人的棋 是啊 因為當它死了的時候 它就不可以存在棋盤上面 那它現在還沒有死的 它現在還沒有死的 還有一個位置休息 是啊 它還有一個位置休息 然後黑紙通常 就會延伸出去 這樣就求生了 是啊 那如果你連多一點的話 那它就多了三個棋 它就會有三個位置休息 是 那這個就是棋盤上面的追逐和勝負 那基本上就是 大概是這樣的規則 是 好了 如果要去 等一下 去解釋 去解釋 這個花小時間 如果是 一般的棋 的情況 就是 你會見到 一個棋 它要去保存自己的 生存的空間 糟了 我生存不到 我生存不到 你要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間 你就要 你就要 算了 等一下我再來過 我再來過 因為我很少自己和自己抓棋 哈哈 我理解不到自己 我理解不到自己和自己抓棋 這件事 就是我想說的 不是 練習通常是自己和自己抓棋 比較厲害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抓的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 很複雜 等一下再說 我想說 那個題 因為我們今天在找資料的時候 找一下找一下 王源達自己拿著iPad 自己和自己抓棋 自己和電腦抓棋 我不是自己和自己抓棋 我在跟電腦抓棋 對 總之找一下找一下資料 就變成了自己 走了去抓棋 是啊 很麻煩的 我要解釋這件事 很麻煩 那怎樣 你現在可以了嗎 還沒得 很麻煩 有兩排救 怎樣 你會不會 會不會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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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煩 這個狀況 不是 你現在在做什麼 不如你先解釋一下 我不明白 這個就是一個棋 去到最終的狀態 就是所謂的一塊棋 就是你的棋 如果連在一起 比如你看黑色的棋 剛才不是說 它需要有空氣生存 是 那它現在就是一個 存活的狀態 它就是一個怎樣 都殺不死的狀態 就是因為它在棋裡面 它已經固定了 有兩個點 是可以讓自己呼吸的 也就是說 你要圍地的時候 你圍了一塊地出來 你圍了一塊地之後 你怎樣能夠 令到那塊地 變成一塊活著的地 就是你要在自己的領土裡面 留有兩個點的呼吸空間 那就是怎樣 現在這樣呢 我把白紙放進去就可以了 你放不到進去 是啊 你放不到 因為你一放進去就死了 是啊 你一放進去就死了 但是如果這樣 那塊地都屬於黑紙的 是啊 是的 就是裡面 裡面的黑紙所有的範圍 就是屬於黑紙的這樣 但是呢 你一定要預留有兩塊地 有兩氣 一定要有兩氣 因為你不可以剩下一氣 因為如果你剩下一氣 例如變成這樣的話 那白紙就可以進去 哦 因為如果你剩下一氣的時候 白紙只要在你最緊 絕氣的地方 加一步棋 你就會整塊黑棋死了 哦 哦 OK 那就是這樣了 好了 你剩下來了 這個就是 今天節目最艱難的部分 就是解釋圍企 就是解釋圍企怎麼玩 那好了 其實只不過是講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那就已經講完圍企所有的規則了 近乎 近乎講完所有的規則了 其他的就是禮儀 那些這樣的東西 其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則了 好了 那你就會奇怪了 一個這樣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的一個遊戲 其實是講完了 剛剛講完了 即是只剩下一點 規則 即是規則 即是規則上來說 就沒有特別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 會令到大家這麼著迷呢 就是因為 他雖然在數學上來說 只有十九路 全部只有361個點 但是呢 因為他 即是在中國的詩歌裡面 有一句叫做 叫做這個這樣的 描述圍棋 有些詩詞 描述圍棋 就說 圍棋是千古萬局無同局的 即是在世界上 已經是捉了這麼多千年的棋 大家是覺得 是沒有可能會出現 同一模一樣的棋局 明白 即是證明了 雖然只是 明明只有361個點 明明只有這個這樣的十九路棋 但是因為你落完之後 你那顆紙又可以被人提取出來 於是那個空間又會多了出來 於是那個棋盤上面的局勢的變化 是接近無限大的 所以現在以數學上來說 要算式去計算 究竟你落了一步棋之後 應該怎樣應對呢 那個可能性是近乎無限的 尤其是在開局的時候 尤其是在棋盤 還有三百幾個點給你落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用一個公式化的方式 去計算到對手將會落在哪裏 那所以直到今時今日 科技這麼發達到2015年為止 你是沒有一個電腦程式的圍棋 電腦程式是可以比及到 100%跟人比拼 是啊 你連一個人類 如果學了 譬如足為棋 你會分級數 段數 那些 不要說去到職業 去到職業的棋手 他可能分一段 二段 但是 低級那些 譬如五、六級 一級 那些 是沒有電腦可以贏到一個 就是你學為棋 你只要玩熟兩三個月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電腦程式可以贏到你 原因呢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計劃太難寫了 太複雜了 你不知道怎樣寫 他在開局階段 他在佈局階段 因為有很多 有很多人研究了很多定式 定石 他還可以輸入到一些 基本的應對 但是你一亂加不來 他就馬上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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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遊戲 就是 他是很古老 但是他規則是近乎最簡單 但是呢 那個變化也是最複雜的 變化最複雜 譬如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例子 為什麼變化可以接近無限呢 譬如呢 這個又要 又要吸回來期盤 我又要做一個很煩驗的 很煩驗的過程 中間 是的 這個解釋其中一個 現在又是整個期盤的中間 這樣的示範 這個要解釋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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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 那在 圍企的規則裏面 他有一個這樣的設定 他有一個這樣的設定 就是呢 等我 哎呀 我做錯了 你媽的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過期盤 我不是 我不是過期盤 我不是過期盤 我只不過 我只是按錯了 按錯了好氣憤而已 這樣 這樣呢 譬如你看到畫面中間 你看到畫面中間 這個就會出現一個很詭異的狀況 這個叫做劫的狀況 這個是規則來的 這個是規則來的 劫的狀況是什麼呢 你看到期盤上面 有四顆白紙 有三顆黑紙 在這個時候呢 假設是到黑紙下棋的話 那黑紙就可以 吃了 白紙 吃著那個白紙 但是呢 出現鬼掉的情況就是 白紙可以吃回那個黑紙 白紙可以吃回那個黑紙 那就永劫輪迴了